第四集 一起来听 欲纵席香千葛镜 爱叶黄酒可屈鞋 媳妇质子香囊配 粉翘媳妇把锦鞋 转眼间 2024年端午节要到了 端午节 又称龙舟节 宠午节 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国家法定节假日 而且这一天在民间还是民俗大节 是即拜神祭祖 祈福辟邪 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日子 可谓是非常热闹 一 端午节的由来 对于端午节的由来而言 民间有诸多的说法 其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最为流行 其一 屈原说 这一说法 可谓是人尽皆知 说的是楚国爱国大夫屈原 在听到秦军攻破楚国京都的消息后 投入密罗江以身殉国 老百姓得之后 纷纷前去纪念 并将粽子投入江中 以免鱼虾蚕食他的身体 这也是端午吃纵的由来 当然 也有史书记载 这天是纪念无子虚的 跟屈原说的典故类似 其二 夏至说 即史书记载 日夜正阳 时当中夏 说的就是端午节正值夏至之中 与夏至日节气相近 为此端午 又被称作夏节 天中节 而随带人都将端午 视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 而且这天的很多习俗 都与屈原无关 为此 有些人认为 端午节的起源 是夏至 其三 俗记说 在古代 人们认为 五月是独月 五日是厄日 而五月初五 就成了厄月厄日 为此 这天就有了 以欲屈邪 爱夜屈鬼的说法 并且 人们还必端午忌讳 称之为端午 当然 端午节的起源 还是古人对于自然天象的崇拜 据悉 仲夏端午 苍龙七秀 飞升于正南中央 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 民间百姓普遍认为 这是吉祥之兆 为此就把这天当成了节日 取名为端午节 而端午 华龙舟的习俗 也由此而来 二 今年端午不一般 六十年不遇 据了解 今年的端午节 在公历六月十日 星期一 农历的五月初五 甘之纪年中的 甲晨年 更五月以四日 这一天 可谓是非常不一般 老人说六十年不遇 为何 其一 青龙端午 2024年 是甲晨龙年 这一年 本身就是六十年 一个轮回 属于青龙年 据悉 龙年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 雾晨 更晨 仁晨 甲晨 丙晨 分别对应 黄龙年 金龙年 飞龙年 青龙年 火龙年 这些年份 都是六十年一遇 而端午的起源 又来自于 苍龙七秀 为此今年的端午 就是龙中之龙的 大吉之日 所以 属于实属难得的一天 其二 早端午 端午节往往出现在 夏之日前后 两节相差甚少 不过今年的端午节 却在夏至日前的十多天 为此 按照古人的说法 今年的端午节是早端午 而早端午的特点就是 夏季会凉爽 而按照自然规律 该热不热 不成年景 为此今年的年景 就成了人们需要警惕的事情 所以 这也是2024端午节 不一般的原因 其三 黑道端午 所谓黑道端午 是指 这天正好是 黄历中的黑道日 也就是十二之日中的碧日 碧日是天地阴阳 碧色之日 属于黑道凶日 为此 就需要人们谨慎行事 尤其是很多事情 不宜做 容易出现困难 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福祸无门 为人自诏 福报可以通过自身修德 也可以从外界获得 风水学也正是由此得来 老百姓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床头放三物 招财又纳福 谁都希望得到财运和福报 床头放上三物 既能招财又能纳福 那么床头放三物的物 究竟是哪个三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 铜钱 以前农村 在晚上的时候 跟现在可大不一样 以前没有电 没有网络 也没有其他什么娱乐活动 一直秉承着日起而坐 日落而歇的生活规律 这也是过去农村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在床头上放一些物品 不但具有很好的运势 而且还有其他的作用 其中之一放的最多的 莫过于是钱 在过去很多人家的床头两侧 都会挂有两串铜钱 铜钱是流通的货币 铜钱上面写着招财尽宝 所以寓意是非常好的 在床前放上铜钱 能够起到招财的作用 听农村的老人说 因铜钱外形是圆的 里面是方的 也象征着天圆地方 同时指我们在外面和外人打交道时 要像铜钱的外形一样 为人处事要圆滑 这样才会将钱挣倒 而铜钱里面的四方形 则是警示后人做人要方方正正 只有品行端正 才会将财运留下来 由于代表不同 铜钱也分为很多种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在床前挂五帝钱 五帝钱 是清朝全盛时期的五位皇帝的铜钱 因为其五行属金 所以更有招财内幅的作用 不过 现在五帝钱 已经成为十分罕见的文物 很是少见 所以 现在 可以用我们所用的硬币来代替 或者是摆放铜币的装饰物等 也同样有招财那幅的寓意 直到现在的农村 很多老人依然喜爱在枕头底下放钱 这样的传统和习惯远远流长 床头放钱 对于家庭的气场 也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放置在床上的钱 能够让人更加容易入睡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 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数钱 一个一个的数来数去 就跟现在睡不着数羊 其实是一样的 很快就会在数钱产生的乏类之中睡眠 二 葫芦 床头放的第一物指的是钱 第二物指的则是葫芦 过去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钱 据说只有富裕的人家才有条件 在床头挂铜钱 而普通的百姓家中 则会在床头的两侧挂上葫芦 葫芦嘴小肚子大 有能够装下乾坤的说法 而且寓意钱财进取容易 但出来难 这样家里的钱财才能只进不出 所以会越来越富裕 葫芦历来很受大家的喜爱 在很多神话故事里面 葫芦也是很多到家的法器 所以葫芦不但用于招财聚宝的作用 而且还有驱除不利之气的作用 放在床头自然更加的合适 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中国有多个民族崇拜葫芦 或者是将葫芦作为图腾 而关于葫芦的神话 更是有上百种之多 在大多数神话故事中 葫芦作用可谓多多 一是装水容器 二是葫芦还被认为是造人素材 神话传说 人类是从葫芦之中而来 而且医生的玄弧济世 也是跟葫芦有关 葫芦的形状与喜庆的喜 与吉祥的吉相似 并且葫芦与葫芦同音 因此在床头两侧挂葫芦 有葫芦双全的说法 所以葫芦备受喜爱 也是很正常的 三床头柜 提修 床头放的第三物 在民间也有不同的说法 一个是床头柜 一个是提修 有的只是摆放床头柜 这个很容易理解 也很正常 床头摆放床头柜 才有利于放置物品 这也是最为常见的 很多人觉得 床头柜是现在人们生活 富裕后的产物 其实并不是 古代女人在出嫁的时候 床头柜就是必不可少的 赔嫁品 现在很多人觉得 床头柜可有可无 甚至有一些人觉得 床头柜的存在 会导致卧室的空间变得更狭窄 其实 床头柜是家具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存在 因为床头柜是床的附带物品 会对家里的运势产生影响 从风水角度来看 利于财气聚集 有助于裁员滚滚 床头柜在摆放时 一定要摆放一对 而且款式也要对称 这样家里的气场 和夫妻二人的关系 才会变得更融洽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在床头柜上 各摆放一个台灯 起到照亮主人前程 具材等作用 不过床头柜切记只摆放一个 或者摆放大小款式不同的两个床头柜 风水上来说 这不利于夫妻感情和谐 会阻碍主人的财运发展 还有一种说法指的是 摆放一些皮修之类的摆件 古代风水学者认为 皮修是转获为祥的祥瑞之寿 据古书记载 皮修是一种猛兽 称为招财神兽 皮修曾为古代两种氏族的图腾 传说帮助颜洪二帝作战有功 被赐封为天鹿兽 及天赐福鹿之意 他专为帝王守护财宝 也是皇室象征 汉武帝将其分为帝宝 又因皮修专时猛兽邪灵 故又称地邪 从古至今 上至帝王 下至百姓 都极度注重收藏和佩戴皮修 传说皮修除了开运辟邪的功效之外 还有镇宅 化太岁 醋因缘等作用 皮修被认为是只吃不拉 也象征着家里的财富能够越来越多 而且也能够起到安定气场的作用 所以也是非常适合摆放在床头的 向往美好生活一直是人们的梦想 其实在民间还有很多的讲究 房屋前后植物的栽种 有一种说法叫做前不栽桑 后不栽柳 因为桑的谐音为桑 所以寓意不吉祥 而柳树被认为是鬼树 具有噪音的作用 而且民间有人去世 柳树和桑树还作为桑棍 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吉祥的事情 但床头上放三物 既能招财又能纳福 总之 床头放置以上几件物品 具有非常美好的寓意 床头柜 皮修 葫芦 铜钱这几种物品 都被人们寄予了美好的祈愿 人们把这三件物品 视为吉祥如意 招财那幅的代表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都可以找一找 把它们放于床头 希望可以如愿 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按照中华传统的习俗来说 这一天不但是一个重阳节日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鬼门节 也就是说 在这一天当中 阴气会非常的重 而肆虐的鬼怪也会非常的多 据古代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中 有记载 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按照中华传统的习俗来说 这一天不但是一个重阳节日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鬼门节 也就是说 在这一天当中 阴气会非常的重 而肆虐的鬼怪也会非常的多 据古代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 有记载 农历五月这一整个月份 是一个非常阴气 非常重的月份 其中的五月初五这一天 甚至还特别告诫了百姓们 在这一天当中 一定要多加小心 正因为如此 各种进 记和注意事项 也就这么从古至今 一直被流传了下来 一 记红色 古人认为五月是个不吉之月 同时农事繁忙 瘟疫流行 加之阳气旺盛 烈日当空 人身亦有欲热之气 容易生拥居创阳疾病 因此 在这一天 古人便有了多种防病的习俗 其中最有代表的 就数端午吃粽子 和挂爱叶 穿香囊等 既红色色 五色沙 既馋头结麻人家 环视差异 男差五方 女差八角 除了五毒温神 爱草有精神驱碎之意 人们常常会将爱叶和爱草 放置在门口 墙角或者是窗户上 用以辟邪驱轨 保佑全家平安 而另一方面 也会有许多人 除了忌讳红色之外 还会特地选择一些蓝色 绿色 或者是白色的衣物来穿戴 二 敬酒即婚 吃荷叶饭 糯米浇水 在端午这一天 他们还会禁止一切 过于嬉戏的游玩行为 让百姓们多于安静的行事 也会有一些驱轨看守的道士 来到百姓家中 为他们进行驱轨 祈福等仪式 立下到白鹿之间 是阳气渐涨而阴气渐衰的时候 阴气逐渐由阳气代替 而鬼怪逐渐由阴气产生 到了白鹿之后 阳气正是圣极 这一天 阳气正午最旺 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此时阳气 具有祭扫把 祭托把等扫帚等 后来有了挂龙船 塞龙舟 和蛋算帕粽子等形式 一直被流传了下来 各种习俗背后 都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 也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三 既统一 提防不成的祸事 今年的恶劣天气 非常的多 长时间的强降雨 已经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而且也让各地的群众朋友们 都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灾害 以及隐患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辟邪消灾 虽然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鬼门节 但是在这一天当中 除了需要多加注意 各种禁忌和忌讳事项之外 各地的百姓 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辟邪消灾措施 这样才可以在这一天当中 避去凶邪 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 五毒驱邪 在民间祭祀和传统节日中 五毒有龙 蛇 巫 蝎 蜈蜈蚣等 这五样东西 都是与疫病相关联的粽子弹卷的妖精 只有人们能够成功击杀他 才使得自己的身体不受疫病的侵扰 所以在端午节的时候 人们便有了踏青游山 辉豪举笔等习俗 还要进行五毒灭宴的活动 祈求五毒精灵 不要侵扰自己 而五毒灭宴 也正在变成越来越多地方的新习俗之一 从历史记载来看 五毒灭宴被认为是五毒的化身 也就是五毒瘟神 他们只有在夏至这一天才会开始肆虐 一直到七月的时候 才会逐渐慢慢地消失 在这期间所有的人 如果被侵扰会引发疾病 但通过灭宴 就可以让五毒精灵 无处遁形 从而人们可以得到保佑 远离疾病 沐浴度众水面迂会 战此可清热 酒阴黄槐花战之 茶用毒头茶掺之去阴 重用人参战之 可以驱风湿之邪 在这一天来临之时 身体虚弱或者是疾病缠身的朋友 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驱邪驱病 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中药浴 或者是在清晨的时候 在室外寻找清澈的溪水 积极地沐浴一番 这样也可以驱去身上的迂惠之气 吸收一些阳光的热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